超度是我们对他讲经说法 送经拜佛将功德回向给他 他能得到受用 真正得到受用 使他自己要开悟 自己要放下 我们只给他一个赠上语言而已 我们做这一堂佛寺 比如三十七年佛寺 他参与 佛寺里面 他真听懂了 真听明白了 他回头了 觉悟了 真正忏悔了 他的理由 真正忏悔 法院求生净土 他就真往上了 我们跟他做出真上语 不给他做真上语 他没办法 所以超度效果有多大 还是靠他自己 那我们做这些事情 帮助他的时候 要真诚 要恭敬 他才能受益 如果我们没有真诚心 没有恭敬心 给他开示 他听得很模糊 听不清楚 所以真诚 恭敬 比什么都重要 帮助鬼神 跟帮助我们人是一个道理 现在 似乎是 人比不上鬼神 这什么原因 鬼神知道苦 所以他求 处理六道的心气 求往生的心振 现在多鬼神 比多人好多 人不相信 人们有真诚恭敬心 谁听教 讲得再清楚 讲得再透车 他都听不懂 他听得不开我 鬼神用真心 恳切的心来学习 他得的利益 比我们人得的多 道理在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